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宏的戰結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八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黑的 那一開始也是採用最近一直很常下的這個 新小木一箭跳的開局 那麼 白棋看他這時候走什麼 哦他是在右上這邊掛腳 那我實在簡單小飛好了 看他這邊是要拖進去啦 還是走什麼 哦直接拖進去 那我就 再打穿站住 然後他擋 我立下 看他這邊要不要貼棋啊 我簡單小跳這個棋 我記得局部是白棋燒虧啊 不過他可能覺得說 大局上 也還行 就是快速把我右邊打散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雖然說好像AI認為局部是燒虧 那左上他很快踢完跳 看起來白棋這個棋一開始都走非常的堅實 走得很堅實 那這個棋舉可能就會越發漫長了 這個左上我會來個拖先啊 好算了我還是拆一下 左下他第個角顯然很大 那我再掛一掛 那就相當地還原成掛完再拆回去 呃右邊這個東西 我可能會考慮來碰一個利用一下 碰他如果搬上面我再退 這樣子感覺有所便宜 然後左下他是滴在這個方向 那我應該也是掛吧 左下這邊顯然是 目前蠻大的一個地方 哇他直接跳下去 哇他一開始就下這麼穩健 這樣我怎麼覺得我好像快要 沒有得發力 靠完連班的話他打算吃 我打算打上來 應該還行 我又碰一個好了 就下下看 他這邊是要上班 那我就 長 他這裡應該還是要接吧 喔他是用虎的 喔這騎行是用虎的是不是 我搬他就虎住 看起來他好像騎行上還行是不是 欸這我不太確定 這比 這這比詹還好是不是 我可能要再拐一下 不然他這附近壓過來還是跳 好像蠻能夠壓縮我右邊的 欸這樣子我借著靠 然後走一塊 怎麼好像右邊 感覺規模算蠻大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就是他猜疑的一個弱點的地方 就是被黑棋靠 好像白棋不是很舒服 這邊他要接著虎嗎 好像虎也有點臭喔 臭我唯控 啊這樣感覺有點臭我唯控 嗯 我就打掉吧 打掉會虧嗎 要不要這邊先戳一下 戳完再打 有可能會比較便宜啦 有可能戳一下會比較便宜 但是最後還是沒下 想說戳會不會他 站在這還是什麼奇怪的東西 怕有奇怪的東西 我就 我這邊有點想要打完直接貼一排 他下面好像不見得有7 如果單退 也行呢 5 4 3 2 不過也有點想要打完直接貼一排 這樣是不是更更狠了一點 這打渣看之下蠻俗的 不過是覺得如果就貼一排他如果接著長他 不見得 不見得我會怕他 6 5 6 5 5 他直接打這個 直接打這個 我以為他是要至少長完再搬吧 單打我如果提掉被他打 擋下去3顆 5 4 我可能還是要黏好了 雖然拔花很誘人 但是想說右邊3顆也蠻大的 我這打吃好像有點俗 打吃好像還是不好 因為我打吃他長完再搬 剛才他如果長完再搬好像還是蠻厲害的 我這部棋應該不太好 不過他實戰下了這個 我應該就不怕了 多壓兩下再 飛還是幹嘛的 喔 他手這個 這邊 頂多就小尖或二路點 小尖是不是還是有點痛 不管他了 下面先拆一個好了 大飛好了 這邊小尖出來我可能還是要拖完斷是不是 拖完斷好像還是有點虧 總之這個打吃還是俗 我應該就退就好了 他做一個靠的借用 那顯然是要跟這邊產生關係 不過我這個就飛下去夾弓的話 他有得搞嗎 再夾進去是不是 喔再夾進去 對喔 他再夾進去好像還是蠻厲害的 我如果立下 他要長還是挖 我剛才有點欠考慮 這個 這個飛不一定好 可能立下 他如果挖的話打穿吃他好像不太好 外面這顆紙抓不住我 他剛才好像應該長 長的話 我接他至少飛底下可以活 實戰這樣的話感覺他 外面抓不住我這顆紙他可能就不太好 繼續打 我先接了 跳躁住一個 如果衝完 跑 可能還是要衝完跑吧 衝一下再跑 這樣他走什麼 接著長嗎 還是打掉 打兩下是舒服啦 但是說 右邊可以先擋一下 對 他這個就 虎完打吃打吃再虎出去 這樣子嗎 可是感覺還是蠻重的 看他怎麼下了 9 好像這個頭像蠻有意思的 這是什麼東西啊 6 5 蓮藕 呵呵 我不知道 又有點 又看起來有點像 病毒還是什麼的 我孤肉寡文啊 看不太出那是什麼 有點像蓮藕 先衝啊 他這要長還是要打 噢他單虎啊 單虎留 這個給我長是什麼意思啊 他覺得打掉俗了 可是這個東西讓我一長 他中間 還是苦吧 噢這時候再比一頂 這時候再比一頂是 臭我打 8 7 6 5 4 3 2 我可能從下面搬好臭 他 我打他再衝的話 他剛好壓完要搬住我 他可能是這樣想 啊如果搬出去再吃的話 他 這邊有一個打 所以他就尖完就可以度過 會連過 從下面搬應該少一點借用 1 還是團住 那 尻掉好了 打掉再接 打掉接 然後他這個如果要搬住我頭嗎 噢 用 飛出的 但是小尖他可能會貼我的 還有 還有擠他 那我可能衝完點 尖刺他好了 7 6 5 4 3 2 沖完 沖他有可能小尖嗎 不過小尖好像看起來七星也是有點尿 噢 不過我沖完那尖好像有點俗喔 我應該單跳出去 這七星看起來也不是很好 9 8 7 6 5 4 3 2 1 打掉他好了 沒有必要衝這個 1 1 2 1 1 1 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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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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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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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這個扳他 扳他完再壓好了 這邊不太能斷喔 顯然是被我打破了 跳這個 那我挖毯吧 挖毯好了 這個如果長的話我是不是有點連接上的問題 這個刺他一下 這邊我是不是還是可能要虎一下 虎其實本身也蠻大的 虎完這邊有個翻打 應該還是蠻大的 我覺得他也有可能會跟著我硬一手 或者這邊小尖也是還蠻大的吧 他也來靠我 這個靠我是不是可以去下班 下班他敢搬向我打算吃的話 他打吃 衝不太出來 或是說不一定便宜 好我就下班好了 現在牧書不曉得怎麼樣 可能也還差不多 他洗這一排 一開始靠的時候 我可能有點沒印好 我覺得被他洗得算有點成功 上班喔 上班我要反打還是單退 單退應該也行吧 打上來不見得有便宜的感覺 9 8 7 6 5 單退好了 他長我再爬 他如果長的話 這個拐是先手還是後手 如果是先手 我可能還得再多爬一下 哇 這拐 扳後 點入 我單擋這個我再走 9 8 7 好像是後手 5 4 3 2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翻打這個 喔 不過這個翻打其實 嘖 好像不一定打得到 他如果跑出來的時候我怎麼辦 你看 這手棋會不會有點過分啊 好像有點太過分 欸 喔 他縮回去了 那我應該便宜了 他這個跑好像 他跑怕被我接是不是 他拐我在跳 嗯 也不一定 左打然後他有可能反打算了 我可能要長的 這拐應該是後手吧 點入的話我接 9 8 7 6 應該是還扛得住 而且我往外靠都還有出頭 還是來走 那我可能還是尊重他一下好了 壓這個 9 壓這個他如果走 我在拖先至少我還有的靠出 中間至少還有個眼位 這手他不至於拖先啊 然後打下去就爆了 所以他硬一手我再拖先一下 至少給他一點尊重 再來大跳算蠻大的 這把打掉 打掉也沒什麼差 大跳是好像蠻大的 還是來左邊走 8 7 6 5 4 3 2 靠靠靠樂 今天就是一直在靠 欸不過這手靠其實有一點 嘖 因為 我本來 煎充之類的還有可能再切斷他的一點點可能性 這靠料其實稍微有點可惜啊 直接貼上來 這要不要直接貼上來 8 7 6 5 4 3 2 直接貼上來好了 趁著他右邊這條還有一些包衛 做一個定型 可能還是怕被 他現在應該還是有點怕被我搬完長過來吧 他如果真的要打進來的話 應該還是會比較擔心 走這個的話 其實還是欠著一段 喔不過打完夾我死掉了 看錯了 7 6 5 4 3 2 1 喔 這樣就變成我要落一個後手是不是 哇 落後手有點可惜耶 這樣這個斑瞻被他走了 然後這邊他可以先 或者他這邊可以先飛起來 這個有點小說實在的 爬進去 走啊 走啊出頭嗎 9 8 7 6 我自己併一個是可以活 自己併一個是可以活 但是 就很小啊這個棋 我出頭的話他其實 走幾下我也沒有便宜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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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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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輕忽了 夾這個 自己做個演 我可以接住 我接住他是接不歸 不然的話我還可以鋪 這樣他反而變接不歸 他夾進來虧了 我貼的話他反而可以度過 雖然我力到這他也不便宜就是了 跑進來夾其實沒什麼必要 他現在看似要圍這個還是來斑站 這斑站應該是必強 這斑站我可能還得馬上補 結果他來斑站左下 左下這個斑站顯然沒有這個大 這個力下是超大 巨大無比 夾這個 夾這個 再反夾好了 還是要撞住 7 6 5 4 3 不過我也很想搶個先手跳進去 他左上沒下的話 他一路打過 那我就再頂打一下吧 頂打一下 那他如果提掉我再拖先 左上這邊要跳嗎 這其實有K入的可能性 我走中間也可以 因為我中間還是有一些潛力 這邊如果再飛到其實中間潛力是非常大 走這個 長好了 這邊還可以刺他一下 我剛才是不是應該先刺再長 搞不太清楚 現在長不太到 我現在飛封柱也是蠻大 不過跳進去左上其實也相當大 9 8 7 6 我還是跳進去好了 因為中間這東西 其實他就算破進來 我還是有一些潛力在 搬喔 喔對齁 那是搬有點痛 我搬了他就可以打進來了 那我頂打算了 那中間的潛力就 剩很少了他 他 他居然還接啊 他還接那我還可以搬回來 那還不錯 打完 先搬一下 他這邊突然下很快 可能覺得也還好了是不是 跟著搬一下 這應該沒什麼棋吧 中間都太厚了沒什麼棋了 長的話他可能還要 還是接會厚一點 接好了 可是衝進來也衝不太進來 打算長他也不太行 他這也不飛了是不是 覺得飛也還好 我跨完段 對啊我跨完段還是可以把它縫住 這先假喔 先假先虧欸 我先立下去再說 不過他可能就是要這個點啊 這點倒是 我就再沾住就好了 貼一下有便宜嗎 貼他退 應該沒有便宜 應該沒有便宜 接住 先點刺他一下 這馬上要衝斷他 他還是得接 那我再尖這個 中間這個應該沒有很大吧 雖然我中間是有一些包衛啦 不過 欸甚至我藏這個嗎 藏他接我好像弄不死他 那我先尖這個 尖這個還是蠻大的 中間還有鎬進來 哇 夾這個 好像蠻強的耶 夾這個是 是 我虎的話是怎樣 7 6 5 打吃完衝 然後斷 這看起來好 啊我這邊有一個病 或者小尖 啊這個大 這個大 剛才一直忽略這邊了 這個還是蠻大的 那他虎上來 虎上來我如果要敲他 有可能跟我開解 有點噁心 他會跟我開解嗎 也是有可能 9 8 7 那我剛才藏掉算了 這樣我等一下這個接還有個先手 他不理我 我有一段 對阿這樣我接這個也是相當大 他現在有可能會去拔掉 或者 這個先定型完再來衝啊 他如果斷刀我這個我是 打吃 他如果斷刀我左邊 這個氣是什麼東西 9 8 7 6 5 4 3 這個比氣好像有點噁心耶 我說回去 哇中間被他破了不少 中間確實被他破很多 哇中間被他破好多 現在木是怎麼樣 我沒有想像中樂觀耶 哇 哇 看來我下的有點太 隨性了 是吧 沒有想像中樂觀 這個藏出來現在是非常大了 5 4 3 2 1 哇他馬上回去補助 那麼 我下的太樂觀了是吧 9 8 7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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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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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一個應該更好 對 並一個更好 他如果接 我這能藏出來嗎 好像有機會喔 藏這個是什麼 拐彎挖 我衝 喔 算了 8 7 6 5 4 3 2 1 這我挺算不清的 我藏出來的話 唉 最後還是沒下 我覺得我剛好像有機會可以弄他 計算太差了 因為他這邊有個衝的先手 我就 算不清了 計算實在是太醜了 然後再把這接上 這接上太大了 後續還有提的這個關子 喔 這個挖沾大 這個挖沾還是大 唉 我如果先衝 喔 但是右邊夾還有眼位 我可能要先把 先把這個衝掉 衝他有可能會衝進來 我可能還是要擋 哇 這能點到這的嗎 這能點到這 喔 他要拖過是吧 喔 原來是要拖過 哇 拖過厲害啊 但是他會不會面臨整條不活的危機啊 7 6 5 5 4 對吧 他現在整條是不活的 他現在整條是不活的 9 8 啊 不不對不對不對 我如果去貼這個破眼 那他斷完 擠到這 斷完打完擠到這再一衝我 他就死掉了 那還是真不行 他還是投了 可能 目數還是比較不夠了吧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 好 那就簡單回顧一下剛才的對局 那事後來看呢似乎在右下那邊的戰鬥結束之後黑棋又一直占據了優勢了 那接下來就從頭來看 一開始白棋在右上角選擇這個簡單小跳的定時 不過之前我看一些結論好像還是說白棋這個局部最佳還是要貼上來會來的比較好 不過這邊可能是從大局的角度來講 白棋快速的打散黑棋右邊的正式可能也還行吧 那後續白棋就一直下蠻簡單的這個 簡單拿取角控也走的蠻堅實的 在這邊他也是相當堅實的 是指二路跳下 不過這一手棋我覺得似乎不見得是最積極的 這邊看一下決意有沒有推薦不同的下方 這邊決意推薦的是用 尖踢的然後在下面割分 那黑棋呢 這邊逼住 所以看來 白棋儘管逼在正當黑棋還是會跟著再硬一手 那 這時候白棋外面刺一個 哇這一手棋的交換 傳統上可能會覺得有點虧 不過這邊可能是因為黑四已經飛到這 已經是 非常堅實的一個形狀 那白棋基本上可能不太可能再從裡面來 所以就 外面刺掉了 那麼白棋再拖 哇 這邊可以說是這個 把黑棋這邊撞得更加堅實 黑棋就已經連內擋都不想要再擋了 就直接拖先 那這邊的變化可以說是蠻有意思的 這邊他不知道是 可能想要直接靠完點入吧 那 這邊走完可能將來有機會再回來擋住之類的 所以這邊 踢一下然後再割分進去算是更加積極的 這個跳可能還是有稍緩一點點 那麼再來我在右邊靠的時候呢 這邊白棋印法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這邊走的是白棋上班之後就脫先了 也不接也不虎那就直接脫先 這個看起來確實是不錯 因為 黑棋這邊如果要立刻搬完打赤的話 這個針子呢 白棋這個只這樣對上去 剛好是可以對上了 所以黑棋沒有辦法去走這個打赤 這樣子 針不掉 馬上白棋可以跑出來 這左下角 這顆是有引針的作用 那麼 所以這邊他 黑棋就沒有去搬 那麼是用拐上來的 那麼既然 黑棋已經連花這個手術在這邊 那白棋當然也不接了就繼續脫先了 下面這個拆二過來顯然是巨大無比一手棋 限制黑棋右邊的發展 那麼雖然黑棋可以在右上一旦取得一個打拔呢 但是 白棋下面的這兩顆子先行走過來顯然也是閃閃發光 就已經限制住黑棋右邊的發展 那再來他是在左邊去拆二 那麼黑棋再繼續外面點 不過黑 白9這部棋我覺得也可以簡單這樣跳上來就繼續限制你 像你儘管在這邊發展的多厲害 但是 都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這幾顆子已經在這邊等你了 那這已經做不大了 變成說重點還是在下面這顆子黑棋還得 忙著去處理 不過似乎AI認為這邊他B手蠻大的 所以白9的剛才走這邊然後黑棋好像 點哪個忘了 然後點這邊 那他意思就是點完要再蓋過去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進行 所以他這邊搬一下完再拖先的概念我覺得蠻好的 黑棋要再拐就繼續拖先 這值得學習 所以似乎白棋這邊如果要接可能也不太好 這樣子 被黑棋靠兩下借用 黑棋已經有所便宜 再來看他要拐還是說 就拖先 下面拆 那麼似乎白棋都已經被便宜到了 那實在這個虎應該更不好 因為被我一拐的話他變得不太好脫手 你現在一脫手啊 將來黑棋馬上飛過來 或者打完長 那 白棋這個棋型很難受 有點幫 黑棋走起 那你要跟著虎 依然是在幫黑棋走起 所以 這麼一走呢 黑棋勝率瞬間就上來了 那麼這邊我實在有想說 我可能應該後來 後來反省的時候是不是應該退比較好 不過決議這邊的首選也是用打吃的 但是 他打吃完之後不是要繼續往前貼 他是用自己接回去 自己接回去顯然是對右邊是更加堅實的 那麼可能單場決議認為有可能會被白棋壓 所以可能也是他顧慮 然後這邊白棋就沒有在中間拐了 顯然你再走也是幫黑棋走起 所以就下面割分 那麼黑棋 一樣是走到這個小飛喔 所以 這邊黑棋都是走得蠻堅實的 就算白棋拐中間那黑棋還是跟著再搬了 那這樣子決議似乎認為黑棋裡面的效率是還算可以接受了 不然他也不會跟著579在那邊走了好幾顆 那這樣的話看起來白棋裡面應該是沒什麼手段了 那黑棋再來外面處理這個好這顆紙這樣子 所以打吃的概念是可以但是打算不要再往前貼 因為往前貼事後來看確實這邊頭上 被人家搬的話就很難受了 因為如果要再搬他這個可能用斷打完長過來這個下面 要爛掉 所以 呃如果真的被搬頭我可能還是要接回去 好那實在他先斷右邊的時候決議是叫我應該拔掉 其實我那時候也有想說如果是AI一定會叫我要拔掉 但是如果被人家壓下來我會覺得右邊三個好像蠻大的 不過他這邊的收藏方式可以看一下 右邊直接搬完一個反點 也是蠻漂亮這樣子白棋就出不去了 呃白棋這邊如果靠出來的話那黑棋再夾 再夾的時候 白棋這邊他是吃回去 那如果說白棋用接的話那黑棋 也可以再接出來 這樣子顯然白棋不行 所以他這邊搬完再反點的這個收拾手段變得蠻蠻漂亮的 白棋吃回去 那你只能這樣吃回去那黑棋再挖打 那這這就是等於可以完美爆炸住了 非常漂亮的手段 好 實在有點虧啊這邊被白棋小尖其實三顆還是有點 不太好 這邊白棋應該立刻小尖 小尖的時候他這邊沒有用這種脫斷的 逃出方式啊這邊的意思黑四就是直接棄掉白棋團住就可以吃住 那不過白棋也沒有馬上吃 因為這邊如果白棋馬上去吃的話 顯然被黑棋先手貼住了 那下面等於不用破了還被黑棋加一手那還得了 所以白棋馬上先進來 所以黑四可能還是要棄掉那這邊他的意思可能覺得 譬如說這樣子拖完斷顯然是 不便宜的 白棋 就算這麼去打個花 開個花然後這邊打上來可能黑棋也是難受了 這個 如果不跟白棋打這個結 那你如果自己接住被人家舒服度過 整個右邊還是全被破光 所以 這個被尖還是痛 還是要走這種黑四氣掉的 那他這邊變化 逼一下之後還是拖到腳步斑 這個利用也是可以學一下 拖完斑一下 好 再來實戰右下靠 右下靠這個也是有點疊勝率 沒有了小尖來的好 決議這邊是推薦我不要用飛的 而是用跳補的 可能跳補的 這個借用是更少 那這邊白棋一樣是鑽進右下 這跟實戰其實幾乎一樣 就不用白了 這個飛也許相對還是借用多一點吧 不過這首跳 稍微問一下 決議有沒有 不同的下法之類的 會不會這邊靠一靠 有一些借用還是什麼的 決議到也是很 很普通啊 直接壓一排 直接壓出去 這個壓一串看起來好像也是沒有什麼好的 也是一條竹竿而已 沒有什麼眼味 很重的感覺 對啊 確實白棋這時候也是沒有辦法了 那實戰我那時候多沖一下 就想說多沖讓他製造斷點 那這邊他可能還是要把我打掉 打掉在虎 不過這樣子我事後來看好像沖掉這個也不見得便宜 還是 單沖 不過剛才如果單沖他一樣是要斑的 那好像也沒什麼區別 那就沒差 他這邊應該打掉之後再虎 不要打第二下 單虎一個 確實 可能這樣會更好 黑棋如果要拐的話 白棋長 讓他眼味豐富一點 如果多打掉一下 那黑棋從中間刺過來 在 飛躁珠之類 或者從下面來 反而白棋也不見得好 拐完之後黑棋還是去強硬破眼衛 那麼再去雙方攻擊和騰挪 單打一下在虎 然後實戰單虎 然後變一場 顯然 就還是很苦啊 這邊還有打完在頂 頂的這個 奇形問題 那這邊他靠的時候我實在下班 決定我還是應該打吃 那打吃的時候白棋沒接 他這邊 的變化是白棋走一個轉換 右邊被黑棋吃掉 不過白棋可以穿掉下面 看起來好像白棋也是 沒有沒有什麼多好的 那似乎絕疑是認為白棋如果自沾的話 又更虧的意思 黑棋如果衝出來 白棋再壓這一手 有可能是後手的感覺 黑棋有可能長中間 那麼 白棋如果擋過來 那黑棋斷打完打吃然後再補回去 這樣子 白棋如果打出來的話 下面可能會死光 這樣子似乎 白棋還是不太好 那即便 黑棋沒有走 那這樣子 還有斷 不過右邊黑棋就變成 還需要再去補一手 這樣子 被白棋反包 我覺得就 不見得好了 局勢大概還是黑好 只是說沒有那麼便宜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藏出來 然後再斷 兩個斷下去 白棋應該還是受不了 所以實戰之後打這邊應該還是可以 不過 實戰從下面搬過我覺得應該也沒什麼不好 白棋顯然還是苦 那實戰 後續這個多衝一下應該是屬手 應該單跳就好 對那時候有講 單跳 然後他尖出 再補這個 那後續 應該黑棋都一直牢牢佔據的優勢 那幾個小地方稍微看一下 就是中間這個 我事後想說到底這一手要不要補 那決議認為還是應該補了 他這邊的變化是 黑棋交換掉之後再補回去 所以 黑棋這個應該還是要補 那左邊這邊的 的這個下法呢 我實在用靠的應該不見得便宜 這個決議這邊用單逼住應該我覺得更好 因為逼住的話讓白棋隱約這邊還是有一些聯絡上的 一個擔憂 或者說至少黑棋往下一拖的時候白棋就不敢吃了 所以黑棋這麼單逼住的話 那白棋你說自己補那又非常沒意思 就這麼交換 那白棋想 很痛苦 所以白棋也不太想補 那這樣 黑棋在這邊就將來有一些東西可以玩了 白棋就留一個隱患 所以這邊單逼住是更好 那實戰的虎住是可以了 那不過 再來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東西就是中間我去翻打這個 翻打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必要 如果要 一樣要利用我可能就中間跳算了 不過中間跳其實也有點無聊 沒有多大意思 因為實在這個翻打他有可能跑出來 跑出來這邊決議的應對也是就簡單打掉而已 但是我實在既然走這個 我顯然就不會想要直接打掉 我可能又會搞事情出來 譬如說什麼什麼什麼亂搞 這樣子局面可能又被我自己搞亂了 所以這個棋沒有必要 不過他實在也沒有把握機會了 這邊後續 像我這個靠也是壞棋 應該閉住就好 後續算 那時候有點被形勢判斷影響 以為說局勢已經被拉近不少 但是其實 還是一直都 黑起差不多 接近盤15左右吧 黑起一直還是佔據的優勢 另外最後有一些攻煞的地方 像左邊這邊 我這邊其實應該還是可以斷的 實在那時候有點 沒算清 到這邊來斷的話 我可以擋下去 這邊他虎的時候我有一個撲 我實在漏看這個撲 這個撲一下出來的話 白起氣還是不夠 我這樣可以頂住 那他如果團我還是就尾巴收氣就好 不過這樣子有一個東西就是說他可以先手提這個 那另外是在中間這邊 後面我有個地方呢 這個我撈回去 那時候想說應該還是比較優勢就穩健一下 不過這邊我應該還是可以拉出來的 拉出來的話 他如果要切斷我只能靠這個 拐彎挖 那麼我就這邊簡單打掉的時候衝過來 那他這邊要 走這個然後 衝過來的時候我在 虎住 這邊他的氣應該是剛好慢一氣了 白巴你單衝還是有沒有交換 其實他 怎麼下大概都還是慢一氣 這邊 那時候是沒下出來 博士按 開回去也OK啦 反正還是減明優勢 好那這番起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 大家的收看